我国回教徒明天庆祝开斋节 而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 则是在今天庆祝这个节日 新加坡回教理事会解释说 开斋的日期取决于新月出现的日子 而按照天文学计算法的条件 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会在同一天庆祝开斋节 新加坡回教理事会发表文告说 开始风斋和开斋的日子 以观测到新月为依据 在我国 由于多云一般很难看到新月 因此 我国和其他国家包括文莱、印度尼西亚 以及马来西亚 使用同一个天文学计算法 来决定看见新月的日子 文告指出 由于本地昨天夕阳下山时 仍然没有观测到新月 因此推算出 今天才是斋节月的最后一天 当局也和相关的专家 尝试肉眼观察新月 但是都没有任何发现 同时 西部也被云遮住了 其他国家则是通报在一些地区 看到了新月 事实上 这样的情形在2014年到2017年 以及2021年都出现过 在看不到新月的一些国家 包括新加坡 就会在5月3号 也就是明天来庆祝开斋节 因此 我国回教社群 应该继续进食到5月2号 也就是今天 已完成为期30天的斋节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行